鄉蘭芝怎會嫌棄你才行 鄉蘭芝汗人言良熟德 不單是昌盛佳芝、廣州省 有誰不知道才行 一天都是現在科技發展太快 又誤到他不擔心 你知道的 我們只是指望那個蘭光快递的收入 我們兩個現在加起來 百多歲了 還送多少年快递呢 不像你,你開事多的 就算到八十歲也可以在這裡看店 只是看店可以嗎? 八十歲可以看店 但是八十歲是怎樣的? 托包米還是托湘水? 你覺得我能托到哪一項? 那倒是 我到這個年紀又不可能再創業了 那不創業又如何增加收入呢? 你想想,天佑到時候結婚要買房子 那我何時才存夠錢幫他交他首付才行 那如果坐不夠,他會怨我 你好命呀 兒子這麼大 讀不到幾年就說大學畢業了 是不是? 那到時候他又可以找家養幫我保護你 我可可憐,喜兒是小窩雞 還有現在的甚麼興趣班、補習班 這個位置、那個位置 只是交個位置都交到我位置 不是呀,你喜兒正乖比較伶俐 不像我的兒子 他就算出來工作,他能賺多少錢 到時候就一樣是我們幫他賺的老婆本 兒子就粗生,女兒就要護養 雪花糕多花幾十盒,是不是? 不僅僅我有個女兒,還有個花帶、媽帶 是不是指望我? 我有個天憂,她沒有爸爸的 是不是指望我? 我有個阿姐,她沒有老公的 是不是指望我? 是甚麼? 那算是你負擔也挺重的 所以科技花達這家東西呢 現在有一個叫做磨人超市 你聽過沒有? 是呀,聽過聽過 八十歲等到我八十歲的時候 怕自己在廣州市的市場多 也挺難見的 那…好了… 那我都不妨礙你做生意了 我先走了 老婆回來了? 大哥 問問好不好玩? 好玩,比廣州兩塊多了 老婆,而且我都去了好多地方 還吃了好多好吃的呢 這樣就值得了,最緊要開心 阿婆在這幾天,你都快忙壞了吧 有甚麼意思呢? 每天都是這樣做的,習慣了 室多的事咋樣 老婆,其實呢,桂園都很艱難的 他就不想回汕頭的 所以我們呢,不要再想他這家市多了 這樣啊 那不想他的,咱們想想別的吧 我聽說,就在咱們家前面兩條街 有個室多要轉讓 沒用的,你聽聽桂園說 他說以後事多呢 都是向無人的方向發展的了 那也總得想點別的辦法呀 總不能只知道悶著頭幹活呀 老婆,你這樣說甚麼意思呀 真是嫌我笨呀 只會倒下頭死雷呀 有沒有讀過理工科又不懂得發明 那又怎麼樣呀?幾十年都這樣過了 傻瓜說你笨呀 你早就聽不懂我說話的意思呢 你沒嫌,你再說這些話 老實話呢 你以後人家人家都要開開心心之行的嘛 怎麼跟他老公有吵鬧呢 他也不知道搭錯哪根筋了 整天多出山蟬呢 他看到人家機器人送快遞 他就害怕自己被淘汰 那不是還早了去的事嗎 那我就好心 我就啟發他,讓他想點辦法 他倒是,還滿願錢呀 你不是這樣嗎 其實機器人送快遞這種東西 適合年輕人用的 老人家怎麼會跟機器人打交道呢 是不是呀 以後送快遞呢 我想還是要大伯這種人送快遞的 不過話說回來 那些男人怎麼這麼脆弱 這麼多事呢 對對對 美哥說 說他們最近事多生意也不好 都讓那個王高幾搶了生意 所以桂園的心情也不好 難怪最近的男人 每個人都這麼臭 我有辦法 正所謂一方有難就百方之魂 讓我幫你想好 真的嗎 是,關叔 是 收到… 一包米,一罐油,拌麵 好… 是呀 想煮醬就行了 來 科技發達了,隨機折扣嘛 是呀… 好,就是這樣… 老婆,我做的 好 蘭光壞帝 老大佬 哪兒的 關叔的 慢著 好… 老公,先收快遞費啊 知道了 餵,更曉得像生意也好 多虧啦,二嫂 發動街坊在你們家下單 然後讓太送 這不就跟網購一樣嘛 就是有點忙 忙就好,忙就說明有錢賺 大事大事 是呀… 是呀,好… 最近生意好很多 代賣比排送賺得多 真是多得一手了 老婆,你有沒想過 像這樣的情況,你維持得多久 可不可以撐到天佑大學畢業 那倒也是 老婆,看來我真是老了 總覺得這個社會已經不需要我了 不會…你還是可以送快遞的呀 老婆,你知不知 現在外面送快遞的那些 沒有我這挺年紀的了 我呢,只得在昌城街可以做一下 靠街坊幫顫 如果離開昌城街 可能一分錢我都賺不到 你要離開昌盛街嗎 那倒也不是 黑鬼蚊蚊,你又不著燈? 你想嚇死人嗎? 吵了 我要靜耳尖,想點東西 那你去那邊做吧,我睡覺了 你站在這裡… 幹甚麼呀 你妨礙我去想東西才行 老婆,做人呢 目光一定要放長遠一點 不可以安於現狀 你是不是發燒呀? 你在這裡胡說甚麼? 啊,如果我現在去創業,我搞甚麼好呢? 不…你…你真是發燒呀 你現在已經是老闆,你還在創業 你別在我面前,經常提到這麼爛鬼事多 做了十幾年了,有甚麼成績呢? 不如這樣吧 怎樣? 環店有空,開一間分店玩玩也好 一間店也搞不定,你還開一間分店? 難道我一輩子就這樣,糊糊混玩? 唉呀,夜媽媽,不要再思考人生了 你有空明天就早點起床 接個女兒去慶祟班 還有,後天媽媽打出院,你記得去接她 睡吧 睡吧… 不是啦,老婆 趙哥,伸不來 走慢一點,三樓而已… 還… 桂園,今天已經送了很多磚的 好了,也不怕,這次我走到腳都抽筋了 你以為我還年輕嗎? 年輕的時候,我一天打幾場球 打完還要去喝啤酒、唱K 都不知道多開心 現在不一樣,幾十歲了 想跑快步也不夠膽,桂園 我倒是 以前年輕的時候,整個星期通病 又有甚麼問題,死怕死 是… 傢伙,你每天叫我睡兩個小時 我都受不了 還有一件事 以前我沒這麼回事 你知道嗎?我走過這個偶像派路線 我夾過邊緣 普漢不提當年用 怎麼樣? 話說回來,今時今日,我們倆兄弟 不如說,辛苦歸辛苦,偷下雞 我們一於尋找以誓去的磁忌 磁忌? 等等…有多激呢?激的頭我受不了 知道了,虧佬 我知道你有高血 我會就你來激的 跟我走吧 等等…撿好東西… 晚點我打電話 好… 這裡的場很大 好… 這裡的場很大 不要說話,是今天你一定要玩得更美 好嗎? 好 好… 寶寶, 你們有很多變幅… 你不得了, 你們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們不得了 你也躲過你了 就放在那裡, 放過去了, 趕快拿 這麼差, 不跟你玩了 再找一次,再找一次… 原來你這兒是壞蛋 小孩子,本來兒子不給你走 我報警,告訴你 走… 不要… 我幫我追你 是不是很刺激呢? 認真夠刺激,沒想到我做了一輩子 今晚居然被人當壞人,真是… 別說那麼多 甚麼? 不如找一間KTV唱通頂吧 也好 難得一身鋪滿靈 誰亂猶 非不大惡眾,不為貴女公辭刀 荒熱萬千比,也要收很多卡夫尼 懂不懂 先生,不好意思,我們下班了 大地流… 我們已經下班了 下班? 這裡不是通宵嗎? 不好意思,我們凌晨六點就下班了 是嗎? 是 糟糕了,那半空間那怎麼辦? 你說今晚要搞得很刺激的 要想通宵的, 怎麼辦? 薑, 爹爹爹爹 你們怎麼搞得這麼晚呢? 我只顧兄弟, 我曾經來過你 打算燒菜, 我打算今晚坐通宵的 烤菜?不是啊, 三點多我想要收檔 收甚麼?還說家見欄 他是不是這樣說的? 兄弟跟你倆也沒得錯 別說這麼多塊, 海鮮粥 海鮮粥是我 好, 花蟹 怪我明天早上幾天來做空調味 真的沒空陪你們了 要燒東西吧? 要煮甚麼都好, 自己搞定 吃完之後, 幫我把外産和雜簿拉下來 沒問題… 有東西可以, 我們自己照顧自己 要燒東西嗎?你還吃得下嗎? 那… 整桃都是西瓜 別說那麼多話, 拼著椅子, 好嗎? 桂園, 這間店都拉了閘門 關門外, 真是焗的, 怎麼睡? 那又是你自己說的 今晚我們要追求刺激 你看, 今晚真的很…刺激 多吃一點, 吃一口 吃一口, 吃一口, 咬不咬到? 阿美, 哥哥 你們倆女兒過來吃飯? 沒有, 桂園沒有回來 那姐姐就叫我們過來吃飯 她說人家吃飯開心 不是, 桂園回來的了 是嗎? 你怎麼知道? 沒有, 昨晚就跟她一起看球而已 斜仔對阿仙奴, 三比一贏了 老公, 你很少偷招看球的 臉砸了, 真是出水洞嗎? 不是, 蚊咬而已 是嗎? 怎麼困成這樣, 趕緊回去睡覺 等睡覺, 你們留著飯就行了 好, 那我回頭去休息了 來, 媽媽, 睡到公園來嗎? 不如下午一會去學校 是呀, 我呢 想幫我女兒擺一些畫筆 好呀, 好呀 下午要小心買點食物 那裡桂園失蹤了一整晚 他們一點都在穿著 鮭魚, 鮭魚 怎麼樣? 阿美現在在我那邊吃飯 不過她對你失蹤了一整晚 好像一點都不穿著 沒理由, 這樣也很不正常吧 還有, 以前我出親去 那時候, 香蘭就問三問四了 今天她竟然不問不問 為甚麼會這樣呢? 是呀 不是呀, 老公 不如這樣吧 我們再失蹤一波 看看他們的反應是怎樣的 她真的有這樣的必要 一於就今晚 是呀 桂園, 已經十二點了 阿美沒找過你嗎? 微信也沒過 那時候死人不多了 也不知道她怎麼做人家的 她老公失蹤了 這麼大的事, 居然不問不問 也不是一樣 香蘭也沒打過電話來 是呀, 難道現在我家的地位 這麼低的嗎? 不是呀 怎麼樣? 一不做二不休 不如玩一波大的娘 我們假裝被人綁架 但你的樣子是兇殺惡殺 我… 你是綁毀, 然後你… 等等… 你以為現在拍警匪片嗎?綁架 現在我們廣州治安多好 治安滿意度達到百分之九十多 哪有這種事發生 那…你這樣也不行… 那…那怎麼辦? 別想太多了, 先睡覺好嗎? 看看明天他們找不找我們 老婆, 你… 老婆, 你… 沒屋賣 你還在搖擾電話 這麼大聲 各位老婆, 有亂動 喂?你是買屋還是呆壇? 別問了 花打? 沒了回事, 不好意思… 甚麼事? 我馬上趕過來, 是這樣… 幹甚麼? 花打今天出院了 我完全沒了回事 行了…我不跟你說, 花打追殺了 我先走了 你就是這樣走下去了? 是… 是… 你… 我就… 你別讓我掛斷了 我… 你吃飯了, 吃飯了 是呀, 我是嘉賞才回來, 那怎麼辦 你很緊張嗎 我不知道你今晚回來吃飯 沒煮你的飯了, 你自己照外賣吧 喂, 你有沒有搞錯 你又怎知道我今晚不好玩 起碼都煮我好玩了吧 你今天去接媽媽打出院 我打算你送她們回家 就順便在她家吃飯 甚麼都你打算 你打算我是你老公 你打算你老公行不行 行, 有想了… 女兒是不是吃完了 吃完就去做功課畫畫 我還沒跟你說完 畢竟我也是你老公 我失蹤了這麼久 你到處找找我, 很應該吧 那你去找阿光看球 看球 那萬一根本上沒有球看 看球是一個謊言行不行 你去媽打那陪媽打吧 應該的 這是我新研發的咖啡 你們兩位很少來光顧 特地做給你們試試 多香 嘗嘗嘗 嘗嘗 怎麼樣, 說得怎麼樣 這個咖啡我起了一個口袋 叫做人生之味 起錯名了 但我說這杯不應該叫人生之味 應該叫做二十四味 苦到辣 不是 人生苦的 是天佑 近來你們年輕人有什麼好玩的事 是呀 特別是刺激的事 帶我們去玩一下 介紹一下 刺激 嗎 密室逃脫 這是什麼 不懂 不懂 過山車 笨豬跳 跳傘 你不如叫我們去死 就是 有, 有一件事很刺激的 什麼 去參加同學聚會 話說回來 真的 同學聚會有多開心 我都很久沒有跟同學仔一起瘋了 玩開不開心 不知道 不過真的很刺激 我上個月去參加同學聚會 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有些繼承這個家族企業做了大老闆 有些結婚生子在家裡做少奶奶 什麼都不用做 那些學伯不用說 有些是做科學家 發明家 出過留學 總之全部都是前途有一片光明的 只有我呢 一談到我 就只有我守著一間咖啡屋仔 就不知道幾天才有出頭之日 你說刺激嗎 那你又不需要這樣踩自己 喂 你年紀輕輕做老闆 多少人恨都恨不到了吧 做老闆很辛苦的 有得選擇我寧願打工 每天在這裡勞心勞力看著這條帳 大伯 你看看 大伯 你看看 大伯 你真是額頭高了很多 很大壓力 真的 對了 你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用的防脫法 我順便麻煩你 來 聽他這麼說話 看來中年危機這家事 就不是只有我們才有 年輕人他一樣有眼力 真的嗎 你好像阿天憂這樣也有危機感 那我們的年紀又怎麼辦呢 到時隨時我的頭髮比你少 會不會是我們兩個小朋友 過於幾人憂天呢 去…去過語言 日語什麼語都別想 就像那首歌仔唱的 最重要好玩 來… 行的… 有本事 你自己賺錢給我看 從這一刻開始 教我自己雙手去賺錢做生意 小婚奶奶 這衣服都已經穿梭了 你也接受退貨 退八件買一件? 你這是什麼生意? 洩到我眼淡淡